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进入《呼拉最强音》特别节目 我是梁田 我是刘夜 我们是TWINS美女播报二人组 如果你想要知道关于中国最强音第一手的幕后花絮 节目动态以及人物专访 就请锁定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55分 为你播出的《呼拉最强音》 我们中国最强音的这个十场最强联赛 已经在长沙开始录制了 那如果你也想来到现场感受最强音的话 就要下载湖南卫视的客户端 呼拉 然后扫描评审报名二维码 然后完成了互动任务就有机会来到现场 欢迎大家积极抢票啊 等着你来聆听最强音 天儿 说到这个演唱会 我还有个冷笑话呢 我做好准备了 来吧 有一天 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 在一个演唱会上相遇了 然后他们就 非常地秩序相投 然后他们就决定 下一次在这个男神的歌神的演唱会上相遇 再一次相遇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他们一个去到了陈一勋的演唱会 一个去到了张学佑的演唱会 我觉得我准备的还不够充分啊 好冷啊 所以我这个笑话就是要告诉大家 要在呼拉上面来多多地抢票 来看我们的中国最强音 就不会因为去错了这个歌神的现场 而错过了一段情练 你这个推荐吧 我觉得有一点太奇葩了好吗 我们还是把这页翻过去啊 收回来 说说看这个各位学员啊 看看他们对自己在大众演唱会上的表现 有怎样的评价 中国最强音三场大众演唱会结束之后 四位导师究竟哪位是学员眼中的好导师呢 有些学员的回答比较圆滑 四位导师一位也不得罪 来之后回来发现就是 就是郑军也在这里 然后又有那个陈一勋 就还有罗大雅老师这样子 都很棒 就那天大众演唱会的时候 我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就是能够让他们听我唱歌 觉得自己好荣幸 我觉得 其实那天我是四个yes 然后我觉得四个导师对我兴趣都还挺大的 那么哪一位导师又是学员最想与之合作的呢 我其实 我很想跟两位老师合作 就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大佑老师 我觉得他对音乐的想法 就是真的太棒了 他即便从事音乐工作已经三十几年 但是他对新的东西还是不停地吸收 然后不停地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音乐性的老师 现在如果我们一起合作 应该会有非常有默契的那种火花出现 然后另外一位是Eason老师 因为我很喜欢看他的现场 我觉得我喜欢看他就是很key笑 我在台上冲来冲去那样 因为我自己要是乐起来我肯定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在台上放开的那种那种感觉 一定可以带领着我享受舞台 然后我想要跟他一起疯狂一次 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感觉 学员们谈及印象最深的一位导师时 郑军高票当选 好导师名号当之无愧 我最没有想到的吧 应该是郑军老师和我走的这种小清新的 应该不是一个方案 所以我特别担心他会不会喜欢我 没想到是他第一个表态 回到我们表态吧 我觉得这个就yes 然后说什么 最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他说 在地铁站 一个小男孩站在那儿 或者是这个哲哲哲 然后唱得好不好无所谓了 好像给个yes算了吧 你走过去 你走过去 那你回头你还给他10块钱 对 就给他10块钱 给个yes像给他10块钱 那个感觉 在我们中国最强音的 这个北京站的大众演唱会上 众多专业歌手的集结亮相 也成为了很大的看点之一 那我相信新乐团的这个新主唱刘文杰 就是其中之一了 不过看在刘文杰这个一个人站在台上 孤零零的 我觉得我还挺替他心疼的 你想啊 他其实跟之前的主唱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但是自从他加入这个性乐团之后呢 歌迷难免会把他们两个人拿出来做比较 所以他这次啊可以说是鼓起了勇气站在了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来证明自己 太不容易了 勇气可加 我觉得不管这个刘文杰能够在我们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走多远 我们都要继续新乐团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相信 并想是属于每一个有信仰的人 中国最强音北京大众演唱会 新乐团新主唱刘文杰现身演唱 让导师和观众惊讶不已 他的一首《不会消失的夜晚》 不仅让张子怡现场表白变身贴杆粉丝 更是用唱功征服了导师获得了四个yes 我们是现在的新主唱 现在新乐团的叫 哦 哦 哦 OK 好 我 我 《不会消失的夜晚》 我知道你是否记得昨天 你是我这辈子最思念的人 到如今你不在身边 你的笑在我心里徘徊 刚过28岁的刘文杰来自贵州同仁 2005年毕业于体育专业 翻看刘文杰的简历却发现 他并没有参加过多少公开的歌唱节目 往昔林曝光的非专业歌手经历 与现在的新乐团主唱身份离得有些远 小学开始喜欢踢球 然后初中开始就疯狂地开始踢 然后本来之前有机会去职业队 然后那时候因为手骨折了 正好那个暑假手骨折了 然后家里边就觉得这个运动太危险了 然后很不放心我去踢球 于是从体育专业毕业后 他选择了另一个最热爱的事情就是唱歌 他曾经有过两年酒吧助唱的经历 无心中磨练了刘文杰的唱功 2008年1月 新乐团四位成员开始寻找新任主唱 刘文杰决定拼一下 经过为时两年的筛选 新乐团主唱争选活动 最终落在平安和刘文杰两个人选身上 最终刘文杰颇具爆发力和真诚的演唱 打败了选秀红人平安 他以完全新人的姿态入主信乐团 我挺喜欢平安的就是唱歌的这种感觉 还有他的音色的 我们之间其实也是算是音乐上的好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之间 虽然大家看着存在当时那个机会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享受了音乐 还说谁恨 紧随其后作为新主唱 刘文杰参加了年底云南电视台的跨年晚会 对于第一次正式亮相 他印象深刻 因为那天感冒 嗓子特别不好 但对于我来讲 又是第一次 至关重要的一次 至关重要的 那天拼了 在后台开了一个小时的嗓子 一直喊不管了 只要这一场就是好好唱完了 接下来嗓子就算休息多长时间都无所谓 一年后 信乐团推出了就是唯一的专辑 刘文杰参与了此曲的创作 但是因为原主唱幸的离开 一下子削弱了乐团的光环和影响力 关于刘文杰加入信乐团的事情 并没有引起多少的关注和反响 而新专辑传唱度也差强人意 于是 在加入信乐团三年之后 刘文杰在团员们的支持下 来到中国最强音 他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 再次证明坏了新主唱 信乐团依然有实力 机会来了 不害怕就是怎么说的 面子 其实音乐 我觉得音乐没有说输赢 音乐这东西不像竞技的比赛 音乐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去用心的去演绎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你的歌曲 唱歌这东西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 比如说这个嗓音它是第一 它的情感是第一 这个没办法评判 所以音乐这东西魅力就在这儿 在等待最强音接下来是否顺利过关的这段时间 刘文杰用运动来缓解等待的紧张 因为最经常踢球 所以会把球鞋放在这一类 你会是这个鞋子的发烧友吗 发烧友发烧友 绝对发烧友 像这一款就是小罗经典的纪念款 脚感非常好 带出皮的 然后现在应该已经买不着了 所以这双我就把它放着舍不得踢了 如果你已经喜欢上了 眼前这个爱唱歌 喜欢踢球的帅小伙刘文杰 那么就请关注 他在中国最强音接下来的表现吧 天儿你知道吗 三场大众演唱会已经演完了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不开心啊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够 我看不够 我听不够 我听不够 那些过关的优秀学员 都因为节目时长的问题 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 没有太多的展示 都是惊鸿一片 这不掉我胃口吗 就知道你们看不够 接下来呢 为了满足刘晓烈同学 以及广大观众的要求 我们马上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北京站其他优秀选手的演唱实力 北京大众演唱会中 介练不断的惊喜 或许让观众过了把瘾 而除了节目中播出的歌手外 还有许多个性十足的好声音 爵士女王神婆黄西贝 在青海卫视花儿朵朵节目中 取得了不错成绩的黄西贝 在节目中以一首英文歌曲 征服了四位导师 你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舞台 我的选择是yes yes 幸好你有出现yes 摇滚气质 陈依林 被描述为亲心佳人的陈依林 曾经也参加过快乐女生 而在最像音的舞台上 一群闽南歌曲 好胆你就来 霸气十足 获得全票通过 我需要说吗 你当然要说 还要说 就已经够yes了嘛 对不对 因为郑君已经交 就给你五个yes了 我觉得她声音里边有一种 就是在中国的女歌手里边 很少有的那种气质和那种力量 我挺喜欢的 潜力歌手陈希伯 他是在哈雅乐团中 担任马头琴和吉他手的陈希伯 他是做音乐的蒙古人 他的歌声很受导师的青睐 郑君甚至为了他求票 为流泪酸 虽然都无益 yes 要老郑来归 对啊 来求 你相信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下次绝对不会这样 整个这个选手中 他也不是唱的最好的 但是他应该是属于 能拿得出手 应该再往前走一步 让大家还有机会 再看一下的这种歌手 优质唱作女生莫燕玲 她很有才华 写歌好听 周迅的看海 就是最好的代表 她还指导过张子怡唱歌 再一次见到张子怡 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收起看不见的结果 背弃所有梦 当记忆在世间的爱里沉默 也许在幻想的尽头 能遗失了寂寞 是不敢不听不说 yes yes 听着很感动 舒服就行了 所以我的选择是 yes 我就是被她的那种热情感染了 她的那种 对于音乐的那种热爱 然后她对于生活那种热爱 我觉得这个是最打动人的 北京站的好声音 还韵音绕耳 本周双播的周五训练营 24强诞生战 和周六导师之家 12强诞生战 又将火力热习而来 歌手们又会带来 怎样的精彩演唱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这里是呼啦最强音特别节目 我们专门为您播报 中国最强音的 第一首官方动态和周边资讯 那这两天呢 呼啦上最热的话题啊 就是这个 你怎么看待 在北京站上 政军和陈毅 陈毅逊掐架升级 现场起争执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呼啦用户 妖精的口袋就说了 一百个听者有一百种看法 萝卜青菜哥有所爱 不是我们导师的错咯 那关于中国最强音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都可以下载呼啦参与到热门话题讨论当中 无论女士表扬也好 吐槽也罢 我们都会一一接纳 那如果你的留言够劲爆 够有趣的话 还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了 我们今天的呼啦最强音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我是张吉 我在找你